大家好,我是Stan 大S提高汪小飞拖欠抚养费的事情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最近台湾的一家媒体爆料 大S把汪小飞告上法庭 原因是汪小飞从大S再婚之后 就欠脱了抚养费 汪小飞也再次被骂上了热色 随后汪小飞在微博愤怒发文 并且晒出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的账单表示 这是真实的 我过去一年为了孩子这个家所付出的费用 只是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结婚了 我他妈的不想再给这个家付电费了 司机阿姨都是我在开工资 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一份没少 另外我们是共同抚养 他们没有权利阻止我看孩子 说自己一直有按时支付高额抚养费 汪小飞的母亲张兰也在直播中表示 大S家气人太深 几个小时候 大S透过律师发出声明表示 我认识汪小飞第一秒之间 从来没有伤害过她的身心 至于离婚原因 我为了小飞及其父母着想 主动提出两方缘分已尽 好去好算作为离婚理由 并表证此生不出恶言 我也说到做到 对于孩子的监护权 本人也从没有想过单独监护 而是共同监护 孩子们都期待明天终于要看到爸爸 也希望小飞不要封锁我 导致我没能第一时间提醒她 勿情绪性发言而触发 非常抱歉给大众带来负能量 愿就此停止纷争 相对望小飞一如既往的冲动 大S的声明非常冷静理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不就是一结婚就没有给吗 没出息的家伙还那么炫富 快拿出抚养费 许绪员生了第二个孩子后 身体不好的时候出轨的家伙 为什么不给钱呢 孩子们也是许绪员在养啊 这家伙到最后都这么没出息 孩子们的爸爸是我 在前面这么说 在后面没有给抚养费 不过许绪员在文章里也能感觉到很贤惠 真的是有气度的女人 对于望小飞拖欠抚养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2019年 被在9年上班的A某指控性侵的 国民歌手KingGon Moore 最近法院驳回了A某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的 惨定申请后表示 从事件的记录 以及申请人提交的所有资料来看 不起诉的处分是正当的 而且缺乏其他可以认定 不正当的资料 整理一下就是 KingGon Moore完全澄清了罪名 真的会很冤枉吧 摆脱嫌疑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引起什么话题 重新歌手活动吧 真的太委屈了 真的是彻底毁掉了一个人的人生 毁掉了婚姻生活 坏家伙们 今天11月21号 YG娱乐对外表示 聪明诺的父亲于12日离世 聪明诺与家人正守着令堂 对于遗属们感到深切的爱调 早在今年3月 聪明诺就在节目中 透露过父亲的健康不太好 而因为很多粉丝们 网友们都还记得 聪明诺之前在节目中 对于父亲的消息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 真的令很多网友们都非常伤心 对于父亲的朋友 看着你 解释了 解释了 我肯成为了 我肯成为了 小胖 在小胖的房子里 有些计划 我肯成为了